当地时间7月13日 美国联邦法官Analisa Torres裁定 Ripple Labs Inc.在公开交易所和通过算法出售 XRP代币并未违反联邦证券法 这是美国法官首次做出有利于Ripple的裁决 可能为未来的代币分类案件树立先例 加密社区欢呼声一片 XRP代币也随之飙升 比推终端数据显示 XRP当日拉升近80%至0.81美元 创下一年多来新高 Solena Sol、Polygon Matic和Cardano Ada等多种 曾被SEC视为证券的代币 在消息传出后纷纷上涨15% Coinbase此前已将XRP在其交易平台上下架 周四下午宣布将再次允许该资产交易 另一家美国交易所Gemini表示 他正在探索将XRP上市用于现货和衍生品交易 Ripple创始人Garlinghouse在推特上发帖庆祝了这一结果 他写道 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做出今天决定的人 这一决定是为了美国所有的加密创新 未来还会有更多比推此前报道 2020年12月22日 SEC正式公布了针对Ripple及其创始人Brad Garlinghouse和Christian Larsen的起诉书 文件称从2013年开始 Ripple公司及其创始人出售了超过146亿单位的数字资产证券XRP 以换取超过13.8亿美元的资金 被告毛友登记他们对XRP的报价和销售 也毛友获得任何注册豁免 违反了联邦证券法的注册规定 新的裁决并不代表Ripple的全部胜利 法官同样做出了有利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裁决 Analisa Torres裁定Ripple直接向机构投资者出售7.289亿美元 XRP相当于未注册的证券销售 违反了联邦证券法 裁决指出 在考虑了经济现实和机构销售的总体情况后 法院得出结论 Ripple的XRP机构销售构成了未经注册的投资合同邀约和销售 违反了证券法第五条律师事务所 Brown Radnick合伙人Steven Pellet在其文章中分析称 认为 XRP显然不是证券的观点是错误的 律师认为 本次裁决分为三部分 围绕XRP销售的事实情况进行分析 机构销售 通过算法销售和其他分配 例如员工薪酬 当涉及到Ripple向复杂的个人和实体机构销售XRP时 法院站在了SEC一边 称这些是证券交易 构成投资 然而 当谈到程序化销售或通过交易算法 以及其他发行方式进行的销售时 Ripple获胜 Pellet强调了另一个重要问题 像Coinbase这样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是否需要自己注册为证券交易所 SEC明确表示 大多数交易的加密资产应被视为证券 然而 Pellet表示 法院并未就此事得出结论 这对Ripple来说是另一场隐形的胜利 Amber Data研究主管Chris Martin在CNBC采访中表示 今天的判决是行业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通过判定交易所销售XRP 不是一种证券 我们开始弄清楚什么构成了证券 以及什么构成了商品 SEC将不得不修改 他们在几个正在进行的案件中的策略 并且我预计这一判决 将适用于其他几种代币 作为非证券 Martin补充道 Ripple对XRP的机构销售 构成证券的判断 也对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 ICO现在可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于陷入SEC诉讼案件中的交易所来说 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判决将如何影响他们 他们大部分只参与了二级销售 但正如我们今天从价格中看到的那样 市场对这一裁决非常乐观 SEC就法院的裁决做出了回应 SEC对Fox News表示 对部分裁决满意 但仍在权衡法院的最终决定 SEC回应称 法院认为 Ripple在某些情况下 以违反证券法的投资合约形式 提供和销售XRP代币 我们对这部分裁决表示满意 法院同意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观点 即Hoi测试可用于分析加密交易是否为证券 并且拒绝了Ripple对于什么构成投资合约的自我测试 而是强调了Hoi以及随后的案例 已经裁定各种有形和无形资产可以作为投资合约标的 此外 法院驳回了Ripple的公平通知论点 指出Hoi测试是明确的 声称不知者无罪并不能成为违反证券法的抗辩 我们将继续权衡法院的这项决定 Consensize律师Bill Hughes在其推文中预测 SEC应该会向第二巡回法院提起上诉 他说 SEC的执法策略受到严重打击 SEC通过过于广泛的规则制定进行的伪立法受到严重破坏 SEC主席在政府和国会山的信誉将处于历史最低点 部分案件仍在审理中 针对SEC指控Garden House和Larsen协助和教唆Ripple的违法行为 包括向机构投资者出售产品 法官拒绝就这部分案件做出裁决 这意味着除非双方达成和解或SEC放弃 否则该指控将继续留给陪审团审判 具体审判日期未定 Ripple案还远未结束 今天的裁决是出审法院的裁决 其中一些裁决很可能会被上诉并被推翻 但该裁决引发了新的呼声 加密行业呼吁立法为代笔提供明确的规则 要求国会澄清数字资产的地位 Katin Martin Roseman律师Gary D. Wall表示 这一裁决可能对Quangbase的诉讼有所帮助 他表示市场反映表明该结果对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 也标志住国会必须通过立法为数字资产确定标准 众议院多数党党编 共和党人Tom Emmer在Twitter上发帖称 这次决议表明代币与投资合同是分开且不同的 它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投资合同 现在是立法的时候了